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那如果就是 沒有相關領域的背景那也就是說 你是文專輯或李專文的同學 李專文的同學其實 也不用那麼緊張就是 因為其實很多同學他的 背景很優秀但其實 老師一開始就會問說如果你這麼優秀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來我這個系 你可能就想要選其他那 你可能就是沒有那優秀但你 相對的呈現說你對這個 系佐非常有興趣的話 那教授就覺得 會把你當成這個系佐的一份子 收進來之後他就可以保證你 至少讀了四年 對 至少讀四年的時候 如果以我的經驗的話 因為我就會強調 自己的 大學科系是念經濟系 所以然後 加上我自己的多譯跟 日文的成績也還不錯 所以 我就會強調這兩個點 然後幫助我未來在 例如說進入新聞產業或進入新聞研究所 其實是比較容易銜接的 在考完新聞所之後 然後剛好就是銜接出國交換 那那陣子我就 常常在一些語言交換的社團上面 然後去找一些國外的朋友 然後出去玩的時候 當然就是也沒有辦法講中文嘛 就只能講英文 所以你就是想方設法的去講英文 那如果你講的不順的話 那他就會想辦法 用他能理解的方式去跟你解釋 我覺得因為他也是朋友而已 也不是老師 所以你就會敢講你的英文 那等真的遇到老師問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第二點就來了 就是說你要去理解說你自己領域 如果你是跨領域的話 你自己領域的英文要理解 然後以及你跨領域 那個相對你想要你考的那個科系的 英文你要理解 因為有一些很多專有名詞 總不能在一些 一直在普通的問題 普通文字上面一直陳述嘛 所以如果你是丟出去專有名詞 那老師代表說 老師可能就了解說 這個其實你有準備過